歡迎光臨脫殼吧帥哥一聲 七夕情人節快樂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在 今天都有過情人節啦 但是也因為情人節 前兩天是不是開始睡不著 為什麼 因為在想要對 要怎麼給男朋友驚喜 還是男朋友跟女生驚喜吧 男生女生都可以嘛 都可以 都一樣 但是重點是要送什麼而睡不著 真的是一件非常擾人的事 今天一定也有很多人睡不著 為什麼 因為明天小孩要上學了 小孩也睡不著 媽媽也睡不著 開始痛苦了 有事也睡不著 沒事也睡不著 到底該怎麼辦 今天我們就要來幫你解決睡眠問題 好不好 也歡迎大家有相關的問題 趕快上一天六十分享云 立刻線上提問 醫生都可以幫你解決問題喔 好 首先呢 我們要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微笑女神 蘿莉塔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微笑女神 是不是 憲哥每次都誹謗你 對啊 就這單位好也好 人好好 還幫我做了名牌 是微笑女神 是不是 因為你很愛笑很漂亮啊 謝謝 對啊憲哥壞壞 這裡好溫暖 真的 叫你什麼幹狗龍嘛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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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微笑女神 還講出來今天不行 對 而且蘿莉塔本人 真的非常漂亮 真的是女神登輯的 哪有 我剛剛看到你也是有愣了一下上 也太美了吧 唉唷 我們這是 沒有什麼事啊 沒有什麼事啊 我們先走了 我們戴高帽子這樣 對 我們都是講實話的人 真的 好溫暖這地方 好 接下來歡迎美女醫師 陳鑫梅醫師 嗨 大家好 嗨 講到睡眠 最近剛好出一本書 唉唷 太好了 這個書名有一點饒舌 就讓我來代饒 不知藥的 一夜深睡眠法 一夜深睡眠法 對 基本上就是說 教一些方式 是你可能沒有想到 也沒有曾經想過的方法 但是可以用一些方法 讓你的睡眠 比較快進入到 一個深層的睡眠 又或者是比較快 誘導你入睡 真的 以前阿嬤都說 阿嬤沒氣你就輸贏了嘛 輸贏 輸贏了是不是輸贏了 輸贏了 我也想喝什麼 輸贏了 什麼 輸贏了啦 越數越睡不著 他還會想說 我到底數到幾次了 我到底數到哪了 好糾結喔 所以今天到底輸贏有沒有用呢 待會醫生告訴你 接下來介紹本節目的 扛把子 陳志佳醫師 嗨 大家好 嗨 陳志佳醫師 帥哥 哎呦 看你容光煥發 你應該沒有睡不著就困擾 我睡得很好 對 我幾乎躺下去三秒就睡著了 真的假的 他那時候我累啦 他剛才跟我說 他要兩個孩子要養 所以每天都過得很辛苦 他都幹嘛看門前看得那麼晚 基本上我嫁給洪昌明 也沒有一天睡好過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到底該怎麼睡呢 不過蘿莉塔會有睡不著的困擾嗎 有欸 你這麼年輕欸 我從以前就都睡不太著欸 為什麼 我從以前從國中開始就很晚睡 是煩惱太多人追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國中的時候 以前是有課業壓力 對 就是會覺得書沒念完不準睡 然後那個 所以你功課很好囉 以前功課真的還不錯 哎呦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就念到碩士了 對 一定要講 然後所以以前的話 學生時代大概一兩點睡已經算完了 但是我現在到廚社會啊 像我最近這幾天 我已經連續好幾天 每天都早上七點才睡 妳太晚了吧 因為我就是睡 我就睡不著欸 我就算再累 晚上十二點一到 我就精神就是 砰砰嬌嬌這樣子 哇賽 所以你 就睡不著很奇怪 但是我就是 那個看到太陽 我就想睡了 就很奇怪 這麼有趣 看到太陽就會想睡 妳就被汽水鬼咬過嘛 有時候有在想這件事 可是我就是晚上就很 就很奇怪都睡不著 然後就常常 譬如說有的時候那種 要出外景五點 六點要出外景 我根本就沒有睡 就直接去了欸 然後 然後原本想說這樣出 一整天外景下來 都沒有睡 我今天晚上好睡了吧 對 沒有喔 一到晚上我的精神又好 對不對 對啊 有時候越累越睡不著 然後就是一個循環啊 就呈現一個惡性循環這樣子 真的 今天一定要鎖定節目 我們節目 我們節目一定幫你解決睡眠問題 然後也麻煩大家呢 可不可以幫我們 沒問題 用手機 螢幕的左下角有一個分享 幫我們按分享 分享給你的更多朋友知道 如何睡好覺 好不好 拜託大家囉 我相信睡覺啊 真的是一門學問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啊 可以連睡三天三夜 但是 我自從嫁給紅窗餅之後 沒有一天睡好的 我現在的睡眠時間 大概四個小時 到五個小時 而且 我中間還要起來上廁所兩次 也就是說我的深層睡眠 不到兩個小時 很少欸 對很恐怖欸 但還可以這麼漂亮這麼年輕也是不難的 也是手劍了啦 好啊 好啦 開開玩笑 好 那我們請三位來幫我們舉牌齁 針對睡眠問題 好的 請問 睡前喝一杯牛奶 可以幫助入睡對不對 請舉牌 牛奶喔 牛奶 牛奶 我覺得螢莉塔今天的動可能不准 因為他沒有試的 因為他喝牛奶 因為我就是試過了 是不是 我就是有這個試過喝熱牛奶 他說不吃熱牛奶喔 人家還跟我說 譬如說巧克 熱的巧克力也可以 所以就各種口味的熱的牛奶都 果汁的也加熱了 也試過了 我真的睡不著 試完以後就覺得 好像可以再吃一點餅乾欸 對啊 對我都沒有用啊 可是我一定要先提一下 像蘿莉塔這個 之前在國外有個很有名的案例 有一個男生 一個中年男子 他有一天呢 他就發現說我睡覺 他發現我們一般人一天是24小時 對 他的一天是26個小時 為什麼 什麼意思呢 他今天是12 不是 他是12點 比如說今天12點正常晚上12點睡 隔天他2點才有睡衣 再隔天4點才有睡衣 再隔天6點才有睡衣 他就發現 一天delay兩個小時 一天delay兩個小時 那時候呢 他就覺得 他一開始只是覺得 我好像有些時候會有一段週期 我這段週期是白天想睡覺 對 一段週期是晚上想睡覺 對 他就跑去找了所謂睡眠門診的醫師來看 醫師那時候就幫他說請你做睡眠日記 就是幾點睡幾點起來 他就發現這個循環很特別 通常人都24小時 一個白天到晚上的正常數碗 他每天都延遲了兩個小時 就跟女生MC一樣嗎 對 那他是一天回週期 一天回週期 可是呢 後來一直一直後來 就轉到很大型的醫院 最後他發現什麼原因 他其實是得了一個疾病 這個疾病 他影響到我們的頭腦裡頭 管我們睡眠中樞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說 我其實是像吸血鬼一樣 白天睡或是晚上 所以你要特別小心可能有問題 我在講我一個病人的例子 這個其實他是我病人也是我朋友 對 在很久以前的時候 他就來找我看診 就是說他每天只睡三個小時 而且甚至可以一整天 就像蘿莉塔一樣 整天都不睡他也沒有關係 哇塞 這樣很恐怖會死人耶 對 那因為他是創作者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每天其實就剛好 這個創作靈魂一來 我晚上就整個晚上沒睡 他覺得那是正常的 對 過了一年之後 有一天我接到他電話 他說他其實有一天呢 他早上起床的時候 就直接倒在 就雙腳一軟倒在地上 後來的時候他就 因為他是正面著地 全身沒力 所以他是直接鼻樑撞在地板 所以他起來的時候 是整個臉 全部都是流鼻血送去急診室 去急診室 後來做了一系列的檢查 他其實是什麼呢 他是假狀腺抗禁 在一種特殊的狀態下 他會造成我們的假離子 反正就是通道的關係 一個暫時性的 全身性的麻痺 所以回顧到根本 他其實當時的時候 睡不著是什麼原因 是因為假狀腺機能抗禁造成的 真的耶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今天你是一個 我們通常一般人 大概睡六到八小時 是你會覺得舒服 跟覺得其實差不多夠的狀態 對 如果你太少 你要小心有疾病 太多可能也有疾病 試睡症 對 所以我一定要講說 其實在這個六到八小時的中間 其實才是正常的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 先去看看時間對不對 第二件事情 看看你的週期對不對 對 像我剛剛講 有些人一點睡 三點睡 五點睡 越來越晚 那都是不對的 那但是喝牛奶是有效的嗎 喝牛奶其實它的原理 是來自它的營養成分 有些人其實睡前的時候 尤其在有些人在減腫 對 所以他睡前的時候 肚子已經餓得要命了 這時候你去吃一個什麼炸的東西 對身體的負擔 可是如果你換一杯牛奶 牛奶裡頭含有 比較多的色胺酸 色胺酸 它其實是一個 吞黑激素的來源 跟一個血清素的來源 血清素它其實就是 就是讓我們心情開心 讓我們可以抵抗我們今天 整個早上的情緒 對 所以你就晚上比較好入睡 所以其實牛奶啦 裡頭它的色胺酸 跟它的一些蛋白質 其實對我們身體 尤其是 有幫助的 對 比較難入睡的人 是有幫助的 那這樣要喝多少啊 我在想會不會 我是喝太多啊 然後喝一個馬克杯 裝很大杯這樣子 其實我們建議說在睡前 像剛剛雅蘭姐有講到 很多人睡前會問 你就擔心自己晚上夜尿 對 那所以其實睡前 其實不要建議說 一口氣喝差不多 300到500cc 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建議的牛奶量 大概就是150到300cc 150到300cc 就是一個簡單的小罐的 對 小的杯子 其實這樣是差不多的 了解 那中醫怎麼看 喝牛奶這件事 我剛剛一靜下來就快睡著了 哈哈哈哈 這樣是正常的 你剛剛是要看門診看太久 想睡覺 我們剛剛講的那麼精采 他們又有美女了 這個真的就是你的問題 請 旁邊有女生 我想睡覺 我們要坐近一點好不好 很煩 那中醫也會希望人家 睡前喝一點牛奶嗎 其實我先講一下中醫看睡眠這件事的原理好了 簡單講中醫講 陽入於陰味之妹 對 就是說老公有回家你才會睡覺 唉唷 你的意思要解釋的嗎 有道理 因為用男女來解釋比較簡單 真的 所以老公為什麼不回家 第一個你家太小嘛 家裡不溫暖 對 我們中醫講陰虛 陰虛的體質的人 陽沒辦法入於陰 就沒辦法睡覺 第二個 你脾氣太差 回去就罵老公 中醫講乾氣的問題 第三個你沒有給老公錢 唉唷 唉唷 我是屬於第三種 我拿不回去了 那如果是我老公睡得很好 我睡不著呢 那所以是我老公對我不好 他沒有給我錢 你一樣 以你來講也要陽入於陰嘛 所以剛剛是解釋說 男女之間的問題 所以剛剛講說 第一個是陰虛體質的人 陰虛體質 第一個就可能長期晚睡 像陰虛可能就長期晚睡 導致他的陰已經不夠了 對 而且我要說 剛剛醫生說假狀性肌能 我是假狀性肌能低下 低下也會嗎 低下很容易疲倦嗎 低下其實更容易疲倦 他所需要睡眠時間 應該是更長的 所以Ruintah 你應該要去看一下醫生 對 他應該已經處於一個 陰虛不平衡的狀態 對 沒辦法好好睡覺 他太ㄍㄧㄧㄥ了 第二種就是壓力太大了 像可能國中的時候 考試壓力太大了 所以我剛剛講 第二種乾氣的問題 第三個是你累過頭 累到很累很累 大家都有這種經驗 很累以後真的完全批法 反而睡不著 就我剛才沒有給老公錢 老公沒錢回家 我真的覺得 沒錢回家也是一個經驗 沒錢回家也是一個經驗 沒錢回家 那時候計程車回家嗎 整身優卡沒錢 所以要老婆幫你出個職有沒有 好 那新美醫師請問一下 如果真的要喝牛奶 要喝冰的還是熱的 其實我們還是進行喝就是中間 就是溫的 常溫偏熱一點點的 所以就是稍微微波一下 對 稍微微熱一點 原因是因為那樣子的一個 大概比如說35度以上到40度這個中間 大約是我們的腸胃道的核心的溫度 差不多是 差不多3 4 5到40這個中間 對 如果你太冷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冰的東西到我們腸胃道 它會比較收縮 會比較刺激 所以你可能有一些人 本身有腹脹問題的人 他的腹脹就會更嚴重 所以你的脹氣更嚴重 你晚上更睡不著 太熱的話是因為其實 不管是熱或是冷 它其實相對下還是會刺激我們的腸胃道 有新的反應 對 所以有些人本身有餵食道你有的人 你可能會因為一些過多的刺激 它其實還是可能會造成胃酸逆流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說是室溫 就是你覺得什麼溫度是最舒服 在嘴巴裡你也不會燙口 也不會冰口 那是最適合的溫度 真的喔 可是像我就喜歡很喝冰的 喝冰的我都覺得才睡得早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越熱越睡不著 因為冬天啊 是 冬天就喝冰的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冬天都喝冰的 無冰不喝 那你真的是天生令指啊 真的 你可以這樣子睡4個小時 又每天喝冰的 還可以長這樣 還可以長這樣 真的太厲害了 好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每天喝牛奶保養 可以預防失眠對不對 請舉牌 唉唷 每天喝牛奶保養喔 保養 蘿莉塔跟陳醫師都覺得不對 我的話 因為我以前 我從小就是每天媽媽為了要我長高 每天都有逼我喝牛奶啊 但是我依然都沒有在睡覺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沒什麼幫助吧 可是從小就這樣 喔齁 對啊 真的很嚴重耶 陳醫師 可是牛奶真的沒什麼效 我覺得啦 各方面而已 所以你也覺得沒什麼效 因為你說 睡眠真的是一種習慣啊 是生理之中 對啊 很多方面都要去配合 但光喝牛奶一個東西 其實你喝久以後身體就平衡了 那你也不會覺得說這個東西 補充精力特別多 你會特別想要睡覺 對 所以倒覺得說不要用保養的概念來喝牛奶 這邊會有抗藥性是一樣的 有點類似這樣 身體會適應的 對 身體會適應 那陳醫師 那我還是覺得啦 如果你已經有失眠問題的人 要多補充對失眠幫助 幫助睡眠的一些這個好的營養素 營養素 所以像我們剛剛提到的色藍酸 有些會補充B群 對 那有些這個 對 然後有些是鈣 B群不是提神的嗎 其實B群有些是穩定神經的 那其中呢還有像是鈣 鈣跟鎂 它的平衡其實也可以幫助睡眠 所以呢其實我們可以 像在牛奶裡頭它就有色藍酸 它也有鈣質 有鈣 所以它其實對於一個幫助睡眠 長久來講是比較好的 是有幫助的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已經是失眠的人 我還是建議你 其實多少喝一點牛奶是好事 對 就是每天喝一點點就好 也不要過量 對 好 OK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睡前喝巧克力 也可以幫助入睡對不對 請舉牌 喝巧克力會肥死欸 重點是你也不會睡著 真的 Rorica 你就喝很多巧克力對不對 我就是牛奶也很好 然後人家跟我說巧克力更有效 我就喝巧克力牛奶 這都沒有用啊 果汁的也沒有用 那應該是滿足心理 對 對不對 就是讓心理滿足 感覺好像喝比較好水 而且喝了巧克力以後就會覺得 好像可以來吃點餅乾 那是甜點的剛開始是不是 對 而且吃完不能馬上睡 這樣反而很容易為食道逆流啊 對 尤其液體的東西 不過液體的東西很快就離開胃了 大概十幾分鐘就離開胃 所以還好 那如果說有些人是你可能晚上都沒吃結食 怕胖 晚上不吃就睡前已經很餓了 所以時候也要喝一點東西沒錯 那不要選巧克力啦 選別的東西 對啊 巧克力很容易胖欸 而且有時候喝了會比較興奮一點 會比較亢奮 對 因為其實巧克力裡頭有些人選不好 還可能會有咖啡因 對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已經失眠 或你對咖啡因很敏感的人 對 幾碗裡頭之後一點點 可能就會誘法你睡不著 對 了解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的留言 睡... Lina 睡覺可以開 是不是 他說睡睡覺可以開電視嗎 當然不行 還要問嗎 這還要問 該不會 你現在看我們節目邊看邊睡吧 哈哈 睡覺可以開電視嗎 不要啦 對啊 不要比較好吧 可是為什麼 有些人都很容易看電視看到睡著欸 那是老人 我們家的老人也會 有些人會看到睡著 是不是電視真的可以住眠啊 對 侯姓藝人 他每次為了省錢叫我要關燈 他自己都開著電視睡覺 是不是很過分 對 我說看電視睡著這件事 在客廳發生我覺得還好 對 很多都習慣去床上 又要打開電視 又要在那邊看 對 因為印象中就會覺得說 去床上我就要看電視 對 對於睡眠的這種印象就會比較少 你到床上就容易失眠 可是有些人 是不是因為有一些 某些可能怕 對 或者是怕黑 或是寂寞 有些人怕自己睡什麼 不敢自己睡 所以就開著電視 那就不要做灰心室就好 不要做灰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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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農曆悉悅 可是我一定要講 其實古代人 有一個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這個是真的 其實我們的頭腦 我們在眼睛 它在偵測到有白色 就是天是亮著的時候 我們身體剛剛有提到 叫吞黑激素 濃度會變得很低 對 但是我們開始會偵測到 開始有黑暗的環境之後 它的濃度開始上升 當它上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睡覺 所以你換言之去想 假設我今天已經很想睡覺 我在房間裡頭 我開著一個亮亮的電視 對 它一直在刺激我們眼睛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本來已經準備要睡覺 吞黑激素 就有在下降了 所以其實有些人 他睡前的時候 就看手機 開燈就去做一些事情 開牆燈 你反而會讓你的睡覺的 那個感覺被整個停止住 喔 我懂 了解 好 還是睡前不要做其他事比較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佳勳說 請問晚上睡覺 一定要關全案嗎 連夜燈也不能點嗎 我們建議啦 其實我們還是建議說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關全案 因為它其實是比較符合 我們自然的一個生理的機轉 它會讓我們身體的 這個睡覺的時候 它切換到 就是所謂睡覺的頻道 那如果你這時候開夜燈 我會建議 因為有些人真的就是怕 怕黑 小小的 微微的光 對 如果開這個夜燈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就是說 其實你的眼 你的燈要設定在 它不會讓你的眼睛直視到 光線的地方 對 沒錯 所以你可以放在你的右後或左後 就是你頭的右後或左後的地上 所以它是間接性的光 不會直接射到眼睛 你就比較不會讓你的身體產生影響 對 它有一些聽說的夜燈 是有一些設定定時功能的 所以比如說是定時功能 又會再比你夜燈整個晚上開來的更好 對 了解 我覺得微微的光OK啦 不然有時候我要起來上廁所 對啊 很難耶 會很恐怖耶 走到燈我覺得還好 就定位一下啦 對 會比較發散會太亮就不要 對 眼睛不要直視那個燈就好 你不要說你的夜燈在頭頂 那這樣也很怪耶 整個光你沒辦法睡覺了 對 好接下來請三位舉牌 請問睡前吃一根香蕉 能夠幫助入睡對不對 請舉牌 為什麼蘿莉塔又不會 你也吃很多香蕉啊 因為我吃了 所以我不只吃一根 我吃一根 覺得沒用就吃兩根 你來睡不著啊 你要吃太飽了 是我吃太大根了嗎 對很大根的那一根 你會不會吃飽到睡不著啊 對我都搞錯了 都吃太多 陳醫師可以嗎 我剛融獄了一下 對 我想說因為香蕉它裡面 裡面一樣含有很多的色胺酸啊 會讓你心情變得比較好 對 所以它是針對於那種 你白天比較可能 壓力比較大的人 情緒不好的人的失眠 對 可能會比較有幫助 喔 了解 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香蕉它通過大會怎樣 把香蕉的皮整個都撕掉 其實我建議說 假設你是要幫助失眠 吃的方式是你可以拿刨刀 你把香蕉外面最後那層刨掉 讓它剩一點點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發現皮的色胺酸 比肉的色胺酸來的量多 所以吃香蕉皮 所以簡單說失戀要吃香蕉皮 心情就會有 其實是因為它可以幫助你 誒 是我們那個年代的話嗎 你們應該也有吧 沒有 是你那年代的 我們都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可是皮很苦欸 對啊 皮要吃啊 對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你就是試你的口感而定 你可以削補一點 但是吃到一點點皮 其實對於補充色胺酸是比較好的 跟著香蕉肉一起吃 香蕉肉有甜度 可以去平衡那個皮 對 你不要真的吃那個皮 香蕉要吃比較黃的 還是比較黑的啊 它是熟成的問題 它其實主要是跟果肉有關 但是它的色胺酸 最多就是在那個果皮上 所以不管是黑的或黃的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不要特別吃太大根的 其實通常 對 我們的香蕉的澱粉量 是比較 因為它的澱粉含量比較高 所以有時候你不小心吃 因為現在你知道果農很厲害 做那個香蕉超大根 超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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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通常你吃一根 它的澱粉就超飆了 所以我還是建議你睡前吃 如果說是半根 那小的香蕉可以吃一根 半根 蘿莉塔是吃不飽啊 吃得飽不整出來 我就想說 因為吃比較多 感覺就比較有效啊 那是因為你年輕啊 像我就不太敢吃那麼多 那你建議 睡前多久吃呢 其實都 其實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你可以想像它在我們身體作用 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你倒可以在飯後的時候吃 飯後的時候吃 比如說飯後你的水果 在晚餐就選香蕉 因為它其實剛好在這時候 在我們身體 在晚上 比如說你飯後 從飯後到晚上睡前 有一段時間你可能肚子會餓 對 你就吃一根香蕉 它慢慢的到我們身體 剛好在快要睡前起作用 那是最好的 哦 了解 好 OK 接下來 我再問一個問題 那如果常常吃香蕉 比如說 隨時隨地 都吃香蕉 就可以幫助睡眠嗎 我覺得首先你會先變胖 所以太多澱粉了 所以就在隨時隨地吃 當然不行 你又不是猴子對不對 也對啦 好 我覺得偶爾吃就好了啦 而且一次一根就好了 不要太多 好 接下來請三位繼續舉牌 請問網傳一天吃四顆核桃 可以改善失眠對不對 請舉牌 唉唷 是以形補形嗎 你是說補腦的樣子 對啊 是不是 中醫不是都說以形補形 就不行喔 對啊 所以補腦當然就會睡不好啊 是這樣嗎 以形補形沒錯 你如果這樣邏輯推下去會睡不好 對 因為人家說核桃 就長得很像我們腦袋 就像腦袋一樣 所以吃核桃是補腦 對 它可以補腦 但你的意思是說 補到腦之後 反而變聰明了 睡不著 它可以預防失智啊 腦人時代症 可能有一點點幫助 對 但以中醫來講 它比較偏溫腎的 溫腎補氣的 對 所以你氣補了以後 腎溫的你反而動力就來了 就會睡不好 所以盡量不要再睡前吃 但你可以白天吃 白天吃對人體真的還不錯 那網路的話 真的不太能夠醒耶 有一點恐怖 那如果這樣子 就越吃越睡不著了對不對 其實我們都會說 這樣不是只有核桃 所有的堅果 像核桃啦 南瓜籽啦 或者是有些芝麻 它其實都對睡眠 是有一點點幫助 原因就是裡頭 其實都富含鈣質 除了Omega 3 它對我們身體是好的 對 但是像是這個志佳講的 欸 叫你志佳突然有點太親密 志佳 好 跟陳醫師說 陳中醫師說的一樣 就是說 其實呢在睡前的時候 你要注意喔 我們其實腸胃道的消化 油脂是最難消化的 所以假設你在睡前 因為油脂有時候 消化四到六個小時的時間 對 我睡前來一把堅果 會怎麼樣 我們全身都休息 但腸胃道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蠕動 對 所以你會發現越睡越累 所以我會建議堅果 的確像他講的 吃的時間其實是白天 但是它有沒有助免的幫助 有一點點 還是有幫助 所以腸胃道如果再蠕動 會越睡越累 所以像有一些人 他會說我吃完燒夜後 會比較好睡 對啊 我們現在講很多人 都有這個迷思 他們就覺得睡覺前 失眠就吃一個燒夜 不是有時候會睡不著 而且吃完飯真的會很想睡 對 其實為什麼 我們要先想 我們全身固定的血流量 是正常的 它會在什麼時候 哪一個地方要加班 全部的血流量 會撥比較大部分 去這個地方 對 所以如果我們在吃蕭葉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 或吃飯的時候 你會發現吃完飯會很想睡覺 為什麼 因為我所有食物 到我們腸胃道 腸胃道正在加班 所以血液會分配比較多到腸胃道 換言之我們頭腦的腸胃的血液量會下降 就會放鬆 所以頭腦的血液量下降 你就會昏昏欲睡 你就會覺得比較想睡覺 但是一樣喔 當你把宵夜 當成睡眠的一個方式的時候 第一個 一個助眠機的時候 第一個 胃食道逆流會先早上門 第二個它其實對我們全身 你頭腦是休息了 可是你腸胃道 因為一直在加班 所以最後你的腸胃道 負擔其實是很大的 了解 好啦那不要睡前吃好了 感覺有點恐怖 好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葡萄含有退黑激素 所以常吃可以改善失眠 對不對 請舉牌 葡萄有嗎 沒聽過欸 對啊 葡萄 葡萄不是葡萄主嗎 對啊葡萄是抗老化的啊 是不是 對 女生都對的 抗老化的 對啊為什麼 芝加哥 你選了三角形啊 因為我後來查了一些資料 發現葡萄好像真的有一些 退黑激素存在 對 但你說要真的吃到那個量 能夠幫助睡眠 可能要吃一甲甜 十甲甜 一甲 包上一片甜 都是你的葡萄 那先沒有 還沒睡著先糖尿病先 對 可能要吃過量啦 所以它的含量有 但是不多啦 不多 所以不建議用葡萄來幫助睡眠 了解 對其實說到葡萄裡頭的 吞黑激素 發酵的葡萄 更有吞黑激素 什麼是發酵的葡萄 發酵是不是 是臭掉的嗎 臭掉的 如果在法國的莊園啦 我們走進去會有 葡萄酒 對 那如果葡萄汁呢 葡萄汁也不算發酵 也不算發酵 所以它的量還是比較低 過期的葡萄汁就可以了 或是你放在家裡 你放了半年啊 對 它就自動的生氣成另一種紅酒 對所以紅 這個我們說發酵的葡萄汁 它的確的吞黑激素的含量 會再高一點點 可是很多人就會說 那這樣太棒了 我就拿紅酒當作我的助眠 對呀 助眠 其實很多人說睡前喝一杯紅酒 真的很好熟 而且還要配什麼起司 沒有很多啦 真的要這樣啊 說什麼喝 說睡前喝紅酒 跟起司可以減肥 要不要鵝肝醬 沒有沒有沒有 這真的網路 因為我是看網路上寫的 是不是 但是其實 醫生有看到啊 對 紅酒在發酵葡萄汁 其實它對我們的那個睡眠的幫助 不是來自發酵葡萄汁的吞黑激素 而是來自酒精 會讓我們想要睡覺的感覺 喔 真的喔 對 所以其實你會覺得喝一杯紅酒 哇 很好入睡 我的這個吞黑激素打到效果 其實想太多了 是酒精的關係 所以這樣也不用喝紅酒 你可以喝什麼威士忌啊 一杯 一杯 這樣聽起來紅酒就是 對啊 對 但是我一定要講一下 其實之前就有很多的這個研究發現說 當你喔 用酒精來幫助睡眠 對 這個酒精的量越來越高的時候 通常是暗示跟潛在著你一件事情 你可能身體有一些疾病在 而且是心理的疾病 對 因為其實你因為心理疾病 藉酒交愁 所以有些人他在藉酒交愁 他不自覺的 會不知不覺的量喝多 因為他睡不著 對 所以假設你有這兩個連結 像我之前就有個病人是這樣 他來的時候已經肝硬化 肝衰竭 後來他才講說 為什麼他會有這些症狀 是因為他長期的飲酒 再回去問才發現 他喝酒的原因就一個 他想要幫助他不要失眠 對 結果最後我們轉去的是身心科 因為他有中毒憂鬱症 這樣真的很糟糕 因為我有朋友 他之前都是因為睡不著 然後他說說 那一天睡前喝30CC 然後一開始覺得不錯喔 有效 但是可能一個月後 他開始變成一大杯 因為30CC已經沒有用了 到現在要一整瓶他才睡得著 太誇張了 真的很誇張 所以我覺得盡量不要用酒 來幫助睡眠 對 好不好 因為酒精這個東西 他會先興奮後抑制 對 所以喝到一定的量 你會很ㄎㄧㄤ有沒有 很呆 喝很多酒以後 我們睡 可是好像睡不久耶 對 喝醉酒大概兩三個小時 你就醒來了 而且隔天宿醉更痛苦 更痛苦 之前其實也有研究發現說 我們睡覺其實是會 從淺塵進到深層睡眠 假設我們是用飲酒的方式 幫助我們入睡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傾向一直在淺塵睡眠 對 換言之你喝酒的入睡 它不會修復到器官 它只會讓你的頭腦有暫時睡著的感覺 所以其實如果你長期都是用飲酒 當助眠的一個工具的時候 很抱歉你其實可能器官都沒有修復到 只有頭覺得睡著 這樣真的不行 好不好 還是不要喝酒啦 傷身體 也傷荷包 酒很貴的 很貴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佳勳說 請問平日睡不夠 假日補眠是不是更糟呢 陳醫師 我是覺得會更糟 因為會打亂你原來睡眠的規律性 對 你平常可能7點就要起床上班 結果隔天睡到 禮拜天睡到10點才起來 禮拜天晚上你又睡不著 可是他平常已經夠累了 那不用假日 那不用假日 一樣 其實你平常就要睡夠啦 就比較好 所以平常就要改變自己的睡覺時間 好 例如說火雞肉 有退位激素 難怪嘉義人都比較好睡 有這種事 有這回事 我覺得是因為嘉義人的個性 都比較開朗 我覺得是這樣子吧 我覺得嘉義人應該是 他們都比較樂天 對 難怪歐美人他們到聖誕節就要放假 吃火雞肉 因為他們吃火雞肉就一直睡 在感恩節 那時候切進來還以為這是真的 對啊 沒有啦 所以火雞肉應該是沒有的吧 還該不會有吧 其實在雞肉裡頭都還是含有一些 好的氨基酸 那氨基酸它其實有一些 它是吞黑激素的前驅物 只是說你單純的因為為了要 預防失眠而吃火雞肉 我覺得那是藉口吧 那是小錢嘉義人 對啊 所以反而它不是只有吃火雞肉 它是吃火雞肉飯 更胖 你有沒有想到一點點火雞肉 更糟了 對 Lie Wynn說 吃感冒藥都會想睡 我失眠可以拿感冒藥吃嗎 有 我很多朋友會這樣 真的 他們會看那個感冒的時候 那個藥 就是感冒好了 但是藥還剩很多 他們不會丟掉就留下來 因為他們說睡不著的時候就吃 真的 我跟你講不瞞大家說 以前我女兒啊晚上都不睡覺 醫生也是這樣給我 真的 因為醫生以前有給過一罐那個流鼻水藥 他說那個喝一點點就會想睡覺 如果小孩子晚上睡不著很歡 給他喝一點點是可以的 對 所以是可以嗎 新美食 這是真的 這是可以的 這是大家會開始囤積了 對 這個不是只有你們啦 我們其實有時候醫生 也會偷偷偷這個感冒藥當作是一個 如果你臨時暫時失眠的時候 不住的一種東西 那這樣看你有沒有選 對 它其實是一種叫抗主治安的東西 抗主治安它可以幫助我們 如果有時候你會流鼻水 它可以幫助我們不要那樣子的一些 鼻塞啊流鼻水的問題 所以小孩子那個藥 一種叫抗主治安對不對 對 但是因為抗主治安在以前它就會說 如果感冒的時候你一吃這個 你就超想睡覺 對 所以我們就有發明兩型 一型叫第一型 一個叫第二型 其中一種抗主治安 你吃了一點都不會想睡覺 所以有時候你現在傻傻的 想說哇現在感冒藥 我現在就拿一包起來吃 對 小溪你可能其實什麼都沒吃到 吃完之後眼睛張開 奇怪我怎麼沒有睡 因為其實你醫生很好心 給你開第二型的抗主治安 對 所以其實它還是有分類型 所以不要說你直接拿感冒藥來試 對 何況感冒藥不是只有抗主治安 它是一堆的藥 綜合性 對 其實沒有必要這樣做 了解 除非你真的要跟醫生說 醫生你可以多給我一些感冒藥 是可以幫助睡眠的 這樣可能也還OK啦 好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吃退黑激素 比吃安眠藥好對不對 請舉牌 退黑激素 現在很多藥局都有賣 但是一般安眠藥 藥局是不能販售 但是所以大家都會說 你去藥局直接買退黑激素就可以了 對啊 陳醫師你覺得退黑激素沒有用嗎 我覺得各有優缺點 退黑激素有些人吃的就很好睡 尤其對於那種要常調時差的幫助就很大 對 但對於有些人吃就沒有用 你還是必須要用安眠藥來幫助才會有效 沒錯 我以前睡不著的時候就有人跟我說 你去藥局買退黑激素 真的很有效怎樣 我吃再多都沒有效 對啊眼睛還是亮得跟什麼一樣 Rulita有吃過退黑激素嗎 我是覺得 我不是覺得她有效 我是覺得應該比吃安眠藥好 因為她應該不算藥比較不傷身吧 因為安眠藥怎麼樣都算藥會傷身嗎 對 因為很多人說吃安眠藥會上病 而且我有朋友吃安眠藥她會夢遊 我覺得很可怕 對啊 我自己本身有經驗 對 這好恐怖的經驗 這好可怕 真的很恐怖的經驗 我有一次吃過一個安眠藥 是因為我真的睡不著 然後朋友給我的 然後呢我一吃下去 因為我從來沒吃過 我就吃下去之後 我那一天當天晚上我想說吃了安眠藥 一般吃了安眠藥 你可能是十分鐘到半個小時才會有作用對不對 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那安眠藥真的超奇特 我拿著兩個麵包 因為我想說至少十分鐘十五分鐘 我還可以 還可以先吃點麵包 對先吃點麵包 然後再稍微咪 再睡一下 然後呢我就拿著那兩個麵包 我本來想說各吃一口 好我就準備去刷牙 為什麼不可以 對 不是因為我肚子 因為我肚子有一點餓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各吃一點 因為我兩個都很想吃 我就各吃一口 想說吃完之後我就去刷牙 結果沒想到 我把那兩個麵包拿起來吃第一口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知覺了 而且 速度這麼快 對 已經沒有知覺不到兩分鐘喔 我已經沒有知覺了 但是我的手 對啊那感覺是你邊跳 還是一直在 對 然後呢 你的手還是在吃麵包 對 然後我的手還是一直在吃麵包 然後我的印象就停在 我在吃麵包那一口而已喔 我的印象就停在那時候 然後我早上起來 我找不到我的麵包 我一直不太完成 怎麼都沒有麵包 然後我老公說 你昨天把兩個麵包全部吃完了 怎麼可能 然後我自己整個嚇傻 我說怎麼可能 而且我老公還在旁邊跟我說 你不要再吃了 你不要再吃麵包了 你怎麼一直吃 然後他說我還有回答他喔 我還有說沒關係 然後眼睛是閉起來的 我就把那兩個麵包給吃完 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好危險 我今天一定要先翻案 其實那兩個麵包 是你老公吃的 真的 真的是我吃的 為什麼 我真的不騙你 因為呢 我吃那個藥真的很恐怖 因為 你看 有人跟我講說 那就是 市面上人家所俗稱的FM2 欸就是 你吃下去不到兩分鐘 立刻沒知覺 完全沒感覺 我就是連接下來的後面片段 記憶都沒有 真的很可怕 我先說一下 其實我是怕你被抓走 FM2 立刻上不能這樣互相傳閱的 對我就不曉得 但是如果是像 蘿莉塔講的這種 所謂真的夢遊的這種藥 他在吃進去的時候 你還是會直接的 比較是切換進去 睡覺模式 所以理論上你的手 還會持續的去動這些東西 還是比較像你老公做的 真的假的 可是我老公都對肚子餓 你老公是真的吃完了 他在你看到你昏睡那一刻 想說 這兩個麵包都我的啦 對 然後就拿起來一直吃 一直吃就把它吃 沒有 因為我有朋友 他也是吃 有夢遊的 但還有一個 他是吃了也是不知道哪來的 人家說給他的安眠藥 吃了以後他說 他早上起來想說 桌上怎麼這麼多菜啊 他晚上做了一桌菜 現在他不知道 我跟你講我也有朋友就是這樣 這個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所以因為那是醫生開的處方案 然後你知道 我們睡不著的人都會互相說 我這邊有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是真的 因為每個人適合的不一樣 每個人不一樣 不過的確像那個夢遊的這一顆 安眠藥 當大家開始發現 跟大家開始說 像我之前有個病人是這樣 他是一個阿公 他自己一次習慣吃這顆藥 是吃到什麼時候 全家把它帶來 讓他不吃 其實是因為有一天晚上 他起來煮泡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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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就開著他就回去了 好危險 是一個乾掉的泡麵在那裡 然後火還是開著的 所以家人就發現說 這個家就只有他們兩老住在裡頭 如果一旦一直這樣子的話 之後會出現危險 很危險 那所以像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建議真的要換藥 但是一樣的 如果假設你吃這個藥 你並沒有夢遊的狀態 所以你不要太恐慌 所以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就對了 對 不過的確其實安眠藥 它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我們其實有一些安眠藥 我還是建議你跟醫生去做溝通 原因是什麼呢 對 因為其實我們的睡眠的 失眠問題有分很多種 對 有些人是一直睡 睡很短就醒來 對 有些人是一開始想睡著的情況 很難產生 每一種不同的狀況 我們其實醫生會用不同種類的 安眠藥去治療他 沒錯 那尤其是有些人 其實我們很常在這個 失眠門診 或是睡眠門診裡頭 看到一個很可惜的現象是 很多人其實已經有失眠問題 對 但是因為他不敢吃安眠藥 對 所以他就一直撐著 要小心喔 其實有時候急性的失眠 有時候你讓他輔助過了這個時間 對 他很快就會好了 沒錯 可是如果你讓急性的失眠 落根 讓他變慢性的失眠的時候 對 他可能又不是一顆安眠藥 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對 因為以前我憂鬱症的時候 去找醫生幫助 因為睡不著 然後醫生就說 如果 因為很多人說吃安眠藥 你會上癮 然後會越吃越重 醫生就說 你不要這樣想 他說你要想 你現在睡不著 你會影響身體有多少 對 而不是安眠藥會讓你長期 他說我們那是可以改的 對 所以不要那麼抗拒去看醫生吃安眠 對 對 好 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安眠藥只能短期住眠 不能治療失眠 對不對 請舉牌 不能治療 失眠 哎唷 陳醫師覺得是對的 我想偷偷換講講講講講講 你來不及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會猶豫 因為剛剛講說 失眠其實是很多疾病的一種 表現的症狀 對 那你要去治療失眠 你要先治療這個疾病 對 但有些是沒有原因 有些是心理因素引起的失眠 對 但安眠藥的確可以讓你把 身體始終調到固定的時間睡覺 沒錯 那這樣其實對於失眠本身也是有幫助的 對 所以我覺得對也不太對 不對 一半一半啦 還是要聽醫生指示 對 其實我們西醫 尤其是所謂身心科跟加醫科 我們是兩個很常開安眠藥的科別 對 我們是要鼓勵說一般的病人 如果你真的有失眠問題 你不要那麼去抗拒這個藥 對 因為我們醫生其實會聽你說 如果你的狀況是適合比較小劑量的 我們一定開小劑量 我們不會一開始跟你開很重的劑量 對 所以不要那麼擔心 因為其實有些時候是這樣 我們醫生還可以知道劑量的高低 有時候民間或是你的朋友 你的鄰居介紹的 他根本不知道他已經吃到多重的藥 就像雅蘭姐你當時講的 就是噴響 朋友跟朋友跟他 噴響的藥的劑量可能是很高的 可是因為很有效 所以你就拿進來試了 結果一次之後 其實他的藥早就過了 你可以試用的劑量 對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真的有朋友是這樣 就是說鄰居介紹一個藥給他 他一吃之後睡到了隔天的晚上 他整個人睡了36個小時 哇塞 我好想吃 你看通常那個鄰居這樣一講 馬上大家就會很很很很 好想睡那麼久 對 可是以我們醫生的角度 就是這個藥就不適合他 因為太重了 這個藥對他的身體是承受不了的 所以其實我們不要 你不要害怕吃這個藥 但是你最好在醫生的監控下吃這個藥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正確的 比較好玩 OK 好接下來下一題請問 長期依賴安眠藥反而會睡不著 對不對 請舉牌 這也是很尷尬 對啊 其實我個人會舉圈的牌 我跟蘿莉牌這樣 對啊 我會舉圈 因為我自己很有經驗 蘿莉牌你有吃安眠藥嗎 所以我看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就是原本從四分之一顆到半顆到一顆 到最後吃兩三顆都說沒有用 然後就會變成要混著很多不同牌子的吃 這好可怕 然後我就想說對然後吃了可能也還沒有用 或是可能睡個兩三個小時又爬起來 對 所以我就覺得安眠藥好像越吃 反而越睡不著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喔 之前前一陣子有吃安眠藥 然後我都吃半顆 可是吃了我只是想讓他有睡衣 對 但是你睡得著之後 可是問題是 當你吃一段時間之後 有一陣子你沒有吃 你就會覺得 我今天沒有吃安眠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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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睡不著了 是一個心理依賴 對 心理依賴 所以我才會舉差 我很堅決的舉差 就是說很多人都會拿這個當藉口 你剛剛不是有慢慢這樣簽嗎 我沒有 這次我非常堅決 我沒有換 現在變很堅決就對了 對 因為很多人會拿這個當藉口 就像說喝酒住眠 我一杯變成兩杯變成三杯 對 有些人抽菸一根變兩根變三根 對 安眠藥也是一樣 對 其實這大部分大概屬於心理狀態的問題 對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不要把它當作一個藉口 對 不是藥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對 那你應該去解決那個心理問題 對 我是依賴這個藥物 沒錯 我也覺得 我一定要提醒喔 我之前剛介紹一個病人去看診 就是他是一個朋友的朋友 他說他當時吃到安眠藥是吃到八顆 他一天晚上一定要吃一把才能睡 太誇張了 那時候呢我就問他一些問題 一問 這個事情大掉 他其實就是所謂的憂鬱症的一些症狀好出來 對 所以我一定要講當你假設其實很多人都會把失眠當作一個錯覺 你吃安眠藥我就會越吃越高 對 其實通常我們的經驗裡頭會越吃那個劑量越高的 往往其實是因為你身體潛藏的一些疾病 他吃錯藥了 對 他真正應該要去找到是原本的源頭 憂鬱的藥 對 你去治療之後你就會發現其實這個失眠的安眠藥的劑量就可以大幅度的減 沒錯 對 還是要針對你的病症去下藥 好我們來看一下留言 那個 啊 這怎麼念 Evonna Evonna 好他說晚上好難睡著 早上困意卻很深 一般人都這樣 因為你晚上沒有睡早上當然困喔 對 對 是不是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BJ 他說他吃過了兩顆安眠藥都沒效真的很久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是不是 兩顆算多吧 兩顆是不是不是他的體質可以吃的 通常我們醫生真的在開安眠藥 我們都一定會跟病人溝通 所以比如說像他吃兩顆沒有效也要看他吃哪兩種 比如說他像我們有些病人是這樣 他是白天只能睡 他晚上只能睡三個小時的 對 我們其實就會希望我們的藥是幫助他延長睡眠時間 對 這時候如果你吃入睡的藥 吃了兩顆當然沒有用 因為你根本就吃錯藥了 了解 所以其實第一個就是藥有沒有吃對 第二個就是說其實就像我們剛剛一直提的 有很多的失眠其實它的源頭是有個疾病在的 對 你疾病沒有早到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失眠怎麼矯正都矯正不不早 沒錯沒錯 好接下來剛剛我們提到的是睡不著 現在我們要聊怎麼把睡眠時間給拉長好不好 這很重要 像我剛剛說了我睡眠時間最多就是兩個小時 因為我兩個小時起來就上個廁所 上完廁所之後再回去睡 好痛苦喔 真的很痛苦 好 所以接下來要幫你解決問題囉 拉長睡眠時間 好的 請醫師們舉牌 請問 睡前洗澡就能睡得比較好 是不是請舉牌 泡澡泡澡 睡前泡澡 欸 兩位醫師都舉三角 難得一次欸 對我們三個都一次的 一致認同是三角形 三角形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覺得還是因人而異啦 真的嗎 泡泡看 泡泡看 你的意思是說 有的人泡可能有效 泡澡有效 泡澡以後 那起來就欸 還蠻好睡的 那就泡 可是泡完以後循環變好 反而更亢奮 那就不要泡 對我就是我就是有的時候泡完 會覺得可以睡 但也很長的時候泡完 我就覺得精神也太好了吧 然後就立刻一爬起 就是立刻泡完早就想說 立刻來看影集之類的 睡不著 就是精神會亢奮 對 我發現RORITA的體質 跟大家都差很多 非常多便耶 對啊 可是我一定要講 到底為什麼 真正的原因是泡澡的時間 有沒有選對時間 其實我們通常泡澡的時候 會建議的這個溫度 大概就比我們體溫 大概到高3到5度這個地方 所以大概可能就是40度左右 你可以講 我們會覺得泡很燙耶 對 通常我們建議說假設你泡比較 你就想泡澡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 我們其實會不會覺得全身很熱 對 但我們發現當我們這個身體的溫度 從比如說37度降了0.5度或1度的時候 會誘發想睡覺的感覺 對 所以換言之假設我去泡澡的時候 是不是我可以讓我的身體溫度先上升 對 接下來當你離開了澡堂的時候 你的溫度下降 慢慢下降 它就誘發想睡覺的感覺 哦 所以其實泡澡它對睡眠的確是有一點幫助 但要看你泡對時間美 對 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今天就像蘿莉塔講的 有時候你起床的時候 像我們剛剛講 你在一開始新陳那些很旺盛的時候 你一起 離開這個澡堂 其實你第一件事情是怎麼樣 你是會非常的興奮 如果這時候你就強迫自己去入睡 那抱歉你可能會反而睡不著 所以我會建議是你的泡澡時間 其實是要提前在你準備睡覺的前一個小時 讓你在這個過程中用我們的 尤其現在又有冷氣啦 對 或者是室溫讓你的體溫先下降0.5度到1度 對 感覺到很想睡覺的感覺 我這時候去睡是最好的時間 像我老公每次泡完澡 他都說 我全身一直流汗 一直冒汗 他都沒辦法睡覺 那是暗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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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最好睡 簡情很減 我們怎麼還需要暗室嗎 好的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薰衣草精油 薰香 好睡又能 好睡又能睡得更好 對不對 請舉牌 用薰衣草精油去熏香 會比較好睡嗎 欸 中醫覺得是好睡的 依照原理來講 薰衣草的確有鎮靜的作用 對 那當然要講說那個味道 還是要必須是你喜歡的味道 對 你如果很討厭薰衣草的味道 對 有的人討厭薰衣草的味道 對 但以學理來講 它是大部分是可以的 是可以放鬆的 那蘿莉塔 你覺得不行 因為我不是也試過了 就是因為師傅腳 然後人家也跟我說 薰衣草可以 對 因為我真的都試過 所以那時候我那時候薰衣草的那種 噴枕頭的 噴枕頭的 噴枕面 然後還有什麼薰衣草的眼罩 然後薰衣草蠟燭 我那時候三樣東西想說 一起這樣子 一刻睡著著著吧 結果整個晚上我都想說好香啊 欸你的用 太睡不著了 你的用嗎 好極端喔 因為你要用就是要用到全滿 就想說就是 對全套這樣感覺一定就是功力加倍啊 就沒有用 太貪心了 你反而覺得不舒服 對 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要講的是喔 很多人會在睡覺的這個環境裡頭 放一個那個燻香的東西 對 其實我要講的問題在這個燻香的東西 很多燻香它是用什麼 它是用蒸氣 那我們要知道其實很多人失眠 還有一個原因 過敏 那假設過敏在床裡頭 假設我們一直放這個蒸氣 你要知道那個過敏原之手 就是所謂的塵脈 它最喜歡的就是潮濕的環境 對 所以假設說我白天 我要睡覺前我每次都弄這個蒸氣 我的環境一直都是潮濕的時候 塵脈會先養起來 所以可能你 你可能不是因為這個燻衣草讓你想睡覺 而是塵脈讓你弄得睡不著 所以其實如果你長久有這個燻香習慣的人 請你把它放在你的客廳 不要放在我們的睡覺的地方 因為你可能會養起一些過敏原 那如果擦一點精油呢 擦一點精油的確也是像剛剛路易塔講的 其實那個精油還是看人 有一些人他對其實不一定是薰衣草 是說我發薰衣草比較容易放鬆 其實你對哪一種香精 你的感覺是放鬆的 其實都可以用 如果喜歡玫瑰 玫瑰也OK 對 其實是都可以 了解 好 OK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用軟硬勢中的枕頭才能睡得更好 對不對 請舉牌 為什麼新美醫師舉中間 枕頭我覺得是一個大學問 對 枕頭一定要去躺躺看 而且每個人睡覺的習慣不一樣 有些人平躺比較久 有些人側躺比較久 對 那你平躺需要比較低的枕頭 對 側躺需要比較高的枕頭 對 那這樣你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換枕頭 對 因為睡覺姿勢你一定會變來變去啊 對 你要去躺躺看說 你平常睡眠習慣大概什麼姿勢比較多 對 那你躺那個枕頭覺得比較舒服 那個就是你的枕頭 對 所以並沒有高的好或低的好 真的 要自己去躺 那蘿莉塔你都睡高的嗎 沒有 就是因為那種 那個用品店都會有賣那種專門鑄棉的枕頭 那有用嗎 沒有 我就說依照軟硬度 我就發現那些專門鑄棉的枕頭 他們的就是也不會太硬不會太軟 就是差不多硬度都差不多 然後他們都不會是那種 像飯店那種很軟的 他們都是稍微有一點硬的 對 可是我也躺過那種乳膠枕有沒有 有人是說乳膠枕不錯 對 可是我沒辦法 你知道因為我一躺下去 他會這樣子 我覺得有人在推我的頭 因為乳膠枕是會有彈性的 我就覺得好不舒服喔 其實我們建議是這樣 其實你當著枕頭真的就要自己去躺 其實很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直接去躺在這個枕頭上 去感覺一下你的下巴 假設你的下巴是往上的 就是離水平面是往上的 其實代表它是太低 你的枕頭太低 如果你是往你的胸口集中 代表你的枕頭太高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並不一定是這個軟硬度 可能還是高低 好當你在躺下去之後 它的高低度其實會影響很大 對 會影響 因為有時候頸椎太高跟太低 它其實都會漸漸誘發一些 會幫 會讓你減少睡眠品質的一些 對 因為你姿勢不對 你也沒辦法睡覺 對 所以那種符合人體工學的枕頭 真的會有用嗎 一定還是要自己去躺 對 因為每個人的身形都不一樣 沒錯 那我想請問一下芝加哥 那個有很多人都會用中藥枕頭 是可以幫助睡眠嗎 那個很難躺欸 那是什麼東西 真的假的 裡面是藥材對不對 有些是裡面藥材 有些放綠豆啊 放什麼豆的 對 有有有 真的以前都 阿嬤都是綠豆 對啊 放茶葉有沒有 我爸以前都放茶葉 對啊 對 我以前有睡過茶葉的 而且那個很好玩 你一流的話那個茶汁就滲出來 就泡好茶 沒有沒有 而且你躺下去的時候 那個茶葉還會被壓碎的聲音 所以那是不好的嗎 如果說用那個茶葉裝進去比較不好了 那你如果說把它變成精油的形式 或是把它那藥水 拿來噴在枕頭上面 是可以的 有些有著名的味道 你聞的喜歡 那當然OK 了解 有點像精油的概念 那種綠豆的你也不知道 它會不會到底長蟲 它會發芽 它會發芽 有一天就多了一個小苗 豆芽就出來了 好可怕喔 我老公一定會說 欸 這樣不錯啊 我的經濟效應 還可以睡覺 還可以吃 好 OK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 大字型的睡法會睡得比較好 對不對 請舉牌 欸 三位都說錯 為什麼 Rolita你女神是怎麼睡 因為我睡覺喜歡縮成一團 欸 我也是 我覺得縮成一團比較好睡啊 我很喜歡這樣咕咕睡對不對 大字型我都覺得好沒安全感很可怕 沒安全感很可怕 對 除非有人壓在你身上 欸欸欸欸欸 開玩笑的啦 誰是 可是我也是覺得比較沒安全感 真的喔 對 所以我也是習慣測她 所以你也不是 你也不大字型睡嗎 不大字型睡 那不然你怎麼睡 而且我老婆都一直擠過來 所以我也沒有那麼大空間 那是暗示啊 他是要壓在你身上啊 他是暗示 對阿 你看 你有不懂嗎 我後來就睡地上了 最好是 好 那欣辯醫師 你也覺得不對 其實大字型或全縮型 是看個性 但是其實我們建議說 如果你本身已經比較 身體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是要換角度碎 比如說你胃有問題 有些人是因為胃食道逆流 一躺下去馬上胃洽身的人 其實你是要左躺 為什麼呢 那跟我們身體的一個 組織器官有關 我們的胃呢 它在下 我們的食道下去 它的胃大概是住在這樣子 我們的胃是個這樣 C字型的方式 這樣子在我們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想像 假設我往右躺的時候 這是我裡頭的東西會倒出來 對 好 所以你右躺的時候 你胃小逆流 會刺激的更嚴重 相反的你左躺的時候 你剛好讓這一個胃酸 它乖乖的躺在它的帶子裡 所以相對下 比較不會胃食道逆流 真的喔 所以胃食道逆流的人 其實你要靠左躺 靠左躺 對 對 對 那可是如果你是孕婦的話 對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大概是靠左躺 可是你是一般人 你都沒有什麼疾病 其實反而是建議往右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心臟其實是在左邊 對 所以這時候你讓它 少一點負擔 其實是比較好的 所以睡覺是要轉來轉去 會比較好嗎 對 其實像我們剛剛講的大字型 其實我剛剛比這個 有一個原因是有一種人喔 如果你睡大字型 你是會讓睡眠品質變得更差 為什麼 呼吸道中止的人 因為呼吸道中止 它其實有一些部分 是我們的肌肉力氣不夠 所以當你在這個躺 正面躺的時候 我們的舌頭往後掉 它會塞住呼吸道 所以它會讓呼吸道的這個 更狹窄 呼吸道中止的症狀更嚴重 所以它的睡眠品質就會更差 了解 你知道我剛跟我老公 談戀愛的時候啊 第一次跟他一起睡的時候 有被他嚇到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老公就是棺材型睡法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這樣啊 真的真的 一個晚上都沒有翻身嘛 對 沒錯 也太厲害了 我跟你講他睡前喔 還會把自己理好 有沒有就很像他手進去翻身 因為他為了 怕頭髮不讓他翹起來 所以他會把頭髮這樣整理好 有沒有 睡覺誰管他頭髮啊 我也是覺得很納悶 然後他睡覺的時候 就把頭髮這樣壓好 然後這樣躺下去 然後躺下去 然後手就這樣姿勢擺好 然後把棉被拉起來 蓋到鼻子 然後把兩隻腳丫子露出來 這是他平常睡覺的方式 可是都不會翻身 現在還是 現在還是 好厲害喔 很有趣 然後我早上起來 他維持一模一樣的姿勢 都很厲害了 都不動 我說你這樣子完全 很像死掉啊 不是我早上起來 我還會測試他 就讓他睡覺 所以你會被他嚇死 真的 後來可能最近年紀比較大了 因為他這樣不耐著身子 有沒有 你沒有動嗎 他很容易腰痠肥痛 所以他開始會有一點翻身 對 所以真的很有趣 睡眠也是蠻好玩的啦 好OK 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室內溫度 會影響睡眠品質 對不對 請舉牌 一定的 一定會的啊 一定會對不對 太熱睡不著啊 所以有些人很習慣說 我可能冷氣睡到三點 就把它關掉 那你房間都密閉了 二氧化碳濃度升高 溫度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很多人大概四五點 就被熱醒了 熱醒 對 反而不行 所以Rica 你都會開著冷氣水嗎 會耶 而且就是很熱 就真的睡不著 因為像那個 我會去做那種SPA 然後那種SPA 不是會躺 就是那種很躺 那種很熱的 那種什麼發熱電什麼的 對 然後那個小姐都會說 欸你可以睡一下 休息四十分鐘 你說你根本睡不著 這麼熱怎麼睡啊 哪睡得不好 我都喝到一個半死了 哈哈哈哈 一直噴到汗 可是我就會看 因為躺那個床 通常是比如說兩個人一間 對 然後我就有看過 我隔壁的真的是 整大睡著還大呼 我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所以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對 可能就是怕熱 對 對 那如果說要真的要開冷氣睡 大概是溫度抓在多少比較好 其實之前有發現 最適合人睡覺的溫度 是27或28度 很熱耶 感覺蠻熱的 其實蠻多的覺得蠻熱的 所以我自己就因為這樣 我自己也不是開27 28度 所以呢 我就說大概25到28度 所以其實如果你開太低 其實也不好 我還是建議 大概你的溫度就25到28這個中間 然後看看你自己哪個溫度 是比較好睡的溫度 其實這樣就是OK的 對 可是有時候兩個人真的很難 像我老公以前 我就說 他是棺材型睡法對不對 他開冷氣也是棺材型的喔 你會保護我 他以前都給我開22度 真的要在棺材裡面 好冷喔 我覺得你的婚姻之路 真的也是蠻辛苦的 我還是覺得25是26是最好的 難怪你會壓力大大把麵包吃過 老公太可怕 難怪我會睡不著 好慘喔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網友的留言 Joy說睡覺會磨牙要怎麼改善 其實睡覺會磨牙 有些時候我們發現 跟你白天有一些壓力有關係 所以其實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要去審視 是不是有這個壓力的問題 還潛藏在裡頭 第二個其實我們還是發現 有些人是跟你的牙齒本身的一個 結構還是有關 所以是要看牙醫的收拾 所以其實你的確是真的 有時候我們還是建議你去跟牙醫看一下 因為我們有病人是 他磨牙已經嚴重到 他的上下牙齒已經平了 就是我們的舊齒 對 我媽媽就會磨牙 對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牙齒也受傷了 你的磨牙問題其實也潛在著你的身體 有一些暗示你太過壓力 太過緊繃了 所以其實磨牙 就是大概是這樣 可是牙醫也要去看看 然後可能跟醫生討論一下 了解 所以還是要看一下醫生 因為我覺得磨牙也不好 因為牙齒磨久了真的會壞掉 真的會壞掉 而且磨牙的 好 帥峰說 正常人 一個晚上睡下來姿勢都會變來變去吧 對啊 這是正常人 所以我才覺得我老公是異類啊 你老公這太恐怖了 對 真的 好 嘉勳說 請問為什麼很多人都說 晚上11點睡會比較好 以中醫來說 所以要從中醫的角度來講 11點到1點是膽經 1點到3點是肝經 那肝膽是我們說排毒 或是循環最好的器官嘛 所以這個時間點睡 讓他們器官就會運作比較好 對 所以11點以前睡是最好的 所以11點是最好的睡覺時間 好 OK 好 宜蓮說吃安眠藥隔天起床 會昏昏的反應變慢 是正常的嗎 這不正常吧 其實我們不傾向讓你的白天 會有昏昏預睡的感覺 這代表你的安眠藥的劑量 可能是再高了一點了 所以其實你要跟你醫生反應這件事情 讓他去稍微幫他調整一下 沒錯 因為我以前吃安眠藥 我如果吃一顆 我隔天起來真的好累 而且全身無力 提不起劲 可是吃半顆又不會 對 所以藥劑過重 也是一個原因 然後給宜蓮做參考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的分享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一夜好眠 好不好 帥哥醫生下個禮拜九點見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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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真的很痛苦 睡覺你這早餐 你兩個